昨天台北市長柯文哲一番台灣已經進口30萬外籍配偶的言論引起了不滿的聲浪 今天相關團體到市府前舉牌抗議希望柯市長能夠道歉 而市府則是派出了一名匿名書表示一定會將陳情書轉交給柯市長 世言風波又一遭先前才脫口說出 30歲以上未婚女性太多會有國安問題的台北市長柯文哲 這番進口說恐怕又要引起一番論戰 上面都可以看到真的是慶祝難輸 三八婦女節這群外籍配偶卻開心不起來 離向背景來到台灣努力融入社會卻還要面對眾多歧視 就連柯市長也來參與角 為了自己的愛情 為了自己的家庭 為了他們嚮往的一個生活 然後呢 連根拔起 可以說是連根拔起 不帶一點泥土的來到這個地方 日久 他鄉變為了故鄉 可是呢 在我們認為是故鄉的地方 竟然被稱為進口 那我們是貨物嗎 我們連做人的基本尊嚴都沒有嗎 柯市長對於女性的歧視 跟國際性別平等的落差 其實有很大的差異 我覺得這件事情對女性的歧視 不是柯市長在選前上幾堂課就可以彌補的 一手抱著小孩 另一手拿著麥克風 新一鳴的辛苦與心酸 三言兩語說不完 柯市長的玩笑話聽在他們耳裡 可是一點都不好笑 三番兩次的誓言風波 也讓柯文哲在無形中 形塑不少負面形象 玉電TV 烙爾帆 潘環心 台北報導